其實那裏真是一言藍象 不就腳 晚上又沒有人走 自己只是試水溫 因為投資不大 誰知差點就出事了 四年前 80後的他在新田地街街市開店 那裏位置隱蔽 開張一年就少了兩年的積蓄 我們自己打工 錢就不多 其實我那塊錢做得很辛苦 來之不易 絕對是一個鐵石 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在我人生裏面 袁哥堅持下去 慢慢建立口碑 最後轉虧為形 今個月 他由油麻地半舖到質如蔥 新舖比以前多了一倍的位 但位置依然隱身在巷仔裏面 其實都擔心的 因為這裏晚上都沒有人走 我相信我用我自己的行心堅持 希望打動得到一些食客 袁哥曾經在鵝頸橋清真惠記學師 後來到利縣 龍王等酒家做燒美師傅 跟舊店一樣 午時賣燒美套餐 晚時就做私房菜 小本生意 我又請不起人 那就自己做 有時候內心世界 自己知道 上次來拍照白鮮 我曾經考慮放棄 做很多功夫 一般不知道外面有什麼價錢 只知道你吃得貴 白鮮即是燒鰻魚 只是拿南韋以下最漂亮的一段 用海鮮醬醃後 吊起風乾八個小時 燒到外皮脆身 入口即化 我買一隻雞翼 38元 用剪刀來 再炒糯米飯 一條條臘腸 臘肉 由鴨鼻切到一粒粒 有時候我自己切到眼睡 一隻雞翼才7、8、6元 他來轉我洞做風扇 他收我幾百元 我自己小店 你切回來不是賺回來 而為了撐起舖 他每天曾經連踩十個多鐘 拒住柴灣 來舖頭車程遠 就索性在舖頭睡 我老爸走 我都不能哭 做這間舖真的好大 我經營這間舖 最基本的事 是要做好自己的出品 新店仍然保留昔日的招牌 沒有加價 好像用了頭抽 新匯果皮 香茅浸的乳鴨 由元哥婆婆傳下來的秘方豬手 和杏質白費湯等等 而新店也推出了不少新菜式 想知就要留意另一則棟新聞了 拿大陸 武觀紀錄 武觀紀錄 也許武觀紀錄